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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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教育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比如说薛雷锋 为人民服务 爱祖国 爱人民 是受了这个教育 然后这是一段 那时候还小 但是印象很深 就是集体主义 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 尊老爱忧 尊敬老师 守纪律 讲道德 那个时候还有 大概六五年以前 五五年出生 六五年以前 那时候确确实实是社会主义的教育 我刚才说的爱国 尊重老师都有 然后到了文化大革命 这一下子就搞了这样子 从六五年到七五年吧 这就十年 这十年是 因为家里是干部 就受到冲击了 受到冲击完以后 这十年 从十岁到二十岁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 到七五年 这一段时间 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度过的 那个过程 家庭 在那个十年里 家庭受冲击 自己本身 因为家里出身不好 所以被政治活动泡到边缘了 我不能参与 那么这十年也没有什么好好读书 主要都是闹革命 就是批判老师 写大批判文章 这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运动 很多运动 所以这个十年 是可以说 不能说用荒废 其实是 受到了很不好的影响 就是那种 无组织 无聚律 不认真学习 等等 爸爸妈妈 也都受到了冲击 都不在我们身边 所以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家庭教育就不存在了 学校教育 就是打他抢 搞斗争 批斗 社会教育 全都是造反派 搞文化大革命 无组织 无组织 无纪律 所以我觉得这十年 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是最重要的 形成世界观的十年 结果没有受到一个很好的教育 受到这样的影响 那么这当中 那时候是从1974年开始 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 那时候他老人家在四届人大之后出来主持工作 主持工作以后开始提出了波乱反正 那个时候我们就恢复了高中 我就上高中 那时候在此之前都没有高中 我是第一届恢复高中 就上了高中 那个上高中大概两年时间 从74到76 那么这两年对我的教育很大 就是意思是说 这个 主要是强调学习 这个爱国 那时候中国刚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所以爱国 那时候中国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周总理提出的 所以要好好学习 那邓小平同志出来呢 就是要抓这个 以经济建设为纲 拨乱反正 从极左的思潮要入线要退回来 但是这个时间呢 只有两年 又被四人帮给破坏掉了 这一破坏掉就到了76年 76年 74年 我72年上了高中 74年高中毕业就插队了 插队完了以后呢 在农村两年 然后就是打倒了四人帮 打倒四人帮就出来了 从农村出来了 所以 当时在农村插队的时候 以及包括打倒四人帮后边的一年 我在法院 我在那公安学校学习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 从农村出来 在城里工作 在法院工作 那一年呢 实际上 在法院学习这一年 主要是 作为一个学生 觉得很新奇 从来没有那么认真学习过 那时候四人帮已经倒台了 全国都在恢复 那时候全国是朝起蓬勃 新印象 那个时候小平同志提出来 可以恢复高考 这一下子就给我自己带来了很大的 很大很大的动力 就想上大学 就一定要上大学 然后从76年呢 一直到77年这一年 就开始复习 复习高考 那个时候呢 生活的目标也很强化 就是为了考大学 这个 就是要 多学知识 要成就自己 没有想太多的 什么为国家 为祖国 为人民 为他人 没有想过 就是要为自己 因为我们那时候 根本就没有学上 没有认真学 所以突然有一天 国家让我们考大学了 能上大学了 觉得特别兴奋 但是那个年代 总的来讲 人还是比较单纯 那时候 因为它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大家没那么多钱 也没那么多染污 没有那么多经济 金钱 和外来的那些染污 所以人还是比较 比较纯洁 然后 那个时候就有一个 很强烈的愿望 就是希望能上大学 上大学能够提高自己 能够实现自我 能够实现人生价值 实际上是抱一种个人目的 然后上大学以后 又想分回北京 觉得成家立业 把家安排在北京 那是最幸福的事 所以 但是分回北京不容易 就考研究生 所以一直在努力考研究生 大学毕业以后又考了研究生 考完研究生以后 又分到研究所里去工作 研究所里去工作 当时就怀有政治抱负 想当领导 想从政 那个时候 党和国家也提倡 鼓励年轻干部 干部年轻化 自己曾经有一段 也有一段政治抱负 那么大大以后 国家提出搞经济 那时候全党 全国各个单位都可以开公司 都可以做买卖 所以我们研究所也开了公司 就把我派到那当公司的经理了 没有完全下海 那是国家单位 但是实际上是 实际上是 就是从事做买卖的活动 哎呀 就觉得 钱很重要 那时候跟钱打交道了 觉得有钱真好 因为我们长期没有这种机会 就是固定的工资 在单位里上班 突然走向商场了 那么在酒店里边 然后在餐厅里边 花钱比较多 收入比较多 这个时候呢 就觉得很幸福 觉得你看 从不能上大学 到能上大学 从上大学以后呢 又要回北京 就追求的目标一直在变 从回了北京以后呢 上研究生 上完研究生以后呢 又想当领导 想从政 从政完了以后又从商 从商完了以后就来到商业 来到商业以后呢 觉得这种吸引力特别大 这种诱惑也特别大 打大以后又开始出国 紧跟着就出国的高潮 那么又给家里人搬 给自己家里的人搬出国 搬到加拿大 又在国外买了房子 就一路就这么下来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 自己得了病 得了癌症 得了癌症满了以后呢 那是八九年六四的时候 就觉得当时也心灰意冷啊 觉得生命更重要 所以自己突然从一个角度 从来个180度大转弯 觉得生命特别重要 觉得什么都不如活着重要 那时候我才35岁 所以就是给您回顾这一段历史呢 就是说您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这个 大概的轨迹啊 从一直在向外边追求 那么得了癌症以后呢 那时候那是很要命的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威胁也很大 压力也很大 因为那时候孩子还小 所以呢 当然不像今天懂那么多道理了 很紧张 很忧虑 也很焦虑 希望健康 获得健康 那么三年以后呢 到了92年就好了 好了以后呢 那时候北京就开始搞房地产了 那么几个朋友呢 在得病之前我就认识了香港几个朋友 我们就在一起就成立了公司 在北京搞房地产 觉得投资好比做贸易好 因为我在得病之前一直在做贸易 做计算机的贸易 从外国买过来卖到中国 那么93年以后 我们成立了这个房地产公司 就一直搞投资了 那个搞投资 但是那个生意的规模和性质 完全跟做贸易不一样 觉得很投入 觉得很风光 也觉得很 那个时候呢 全国都在搞房地产 它是个新兴的产业 很受人尊敬 地产的老板 所谓的社会地位很高啊 别人很看得起你啊 很风光 花钱大手大脚呗 反正你想搞投资嘛 都是上亿啊什么都是这 所以这个投资的平台比较大 场面比较大 而且呢 整个生意的状态跟贸易不一样啊 它是一种投资房地产 所以那几年自己过得很充实 一直在奋斗 在搞项目 在搞销售 在搞建设 在搞施工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自己慢慢慢慢的 我就觉得越来越迷茫 因为你想到了九七年的时候吧 自己就到了四十九七 可不是吗 就四十了 四十一二岁了 那个时候呢 这这一路下来 你看这一辈子哈 从插队 是吧 从文革到插队 从插队到 到这个研究所 从研究所下海 然后再出国 然后再得病 然后再搞地产 这人呢 这么几十年 那么折腾 可以说 从六五年以后吧 一直到 到这个九五年 这三十年 伴随着祖国的这个变化 自己也是 在这个大浪潮当中 也是经受了很大的洗礼 最后呢 就是自己慢慢越来越 觉得很苦 觉得不觉得很幸福 觉得很失落 这个 一生所追求的物质 金钱 出国 身份 什么地产 入党 当领导 当官 等等 都追求过 结果呢 觉得 总是让人不满意 总是不幸福 总是不轻松 总是觉得很失落 心里老是觉得好像不踏实 那么 最后就得了焦虑症 焦虑症的原因可能就是喝酒太多 应酬太多 工作压力大 任务艰巨 因为你想搞地产吧 前期的这些跑手续 后期的销售 施工 我都抓 所以呢 没有几件事特别容易 特别是在我们那个搞地产的年代 法制还没那么规范 不像今天 各项制度都非常规范 所以说这些一个楼的建造过程当中 很多是模糊的 是需要人去谈的 是需要我们个案的 不是一个统一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如果努力呢 辛苦呢 人脉好呢 关系好呢 或者你的脑筋巧呢 聪明呢 你肯定得了很大的利益 如果你懈怠呢 笨呢 或者不努力呢 可能就会损失很多的金钱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不像今天 越来越规范了 更多的今天的地产是面对市场上的 你要有这个本事 你的定位要好 你的销售要好 你的这个质量要有特色 地段要好 我们那个时候不是 我们那个时候主要是要靠关系 关系好呢 你这个楼 别人同样盖着一个楼 可能需要3000平方米的成本 你可能盖好了去2200 2500 就比别人省了10% 那你跟银行的关系好 那银行肯定就多带给你点钱 你可能就少少少少少 资金又没那么大压力 那么是这么一个 就特别就是flexible 特别的不确定特别 就关键要靠人 所以人就比较累 那像今天的地产就没那么累了 就是没有那么多空子可钻 没有那么多可以灰色区域可谈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非常的 就完全个人的作用非常大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就要跟政府的各个部门去协调 政府机关 所以就要喝酒 请客 什么的 所以就是很痛苦 很痛苦 而且因为抱着一种急功经历 特别着急 这种激活火的这种心情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过程 根本就没有享受 在这个事情过程当中的 没有心思 全都是 就一个目的 就是要把事办成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没有什么亲情 也没有什么友情 也没有什么 那种更高调的 什么祖国人民 或者为他人的 什么 或者哪怕为自己的公司都没有 为员工也更谈不上 就觉得自己是投资人 自己要把这个商务干好 要把钱挣到 要挣大钱 辛苦不怕 但是目的就是为了自己多挣钱 所以心里边没有别人 那么最后就是得了焦虑症 得了焦虑症以后呢 正好那时候我那个楼也盖完了 我也就离开了 因为没有什么干的了 离开了以后呢 就看了这个神经内科 就在看吃药治疗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 自己呢又成立了自己的自己的一个公司 就跟别人不合作了 就去今天您看到的这个壁挂炉公司 专门做锅炉的 这个这是为自己干了 为自己干以后呢 当然跟大家合伙干那种精神也不一样 因为完全是自己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因为再没有一个公司支持你了嘛 全要靠自己了 所以成和不成就是很关键 只能成不能不成对吧 所以那时候压力很大 那时候在一边治着病吃着药 在一边开了这家公司 那这家公司又回到了贸易 就不是投资了 也就进入到快50岁这个阶段了 所以呢 这一段时间呢 我呢就没有那么激烈了 因为有一部分钱 也虽然不多吧 但是跟创业初期不一样 同时呢 也开始慢慢成熟了 建的也多了 然后到了2006年 就开始接触佛法 一直到今天七年 就是我们说这七年叫觉悟的过程吧 反省的过程 大概呢 这个时间段 就是这么一个时间段 那么52岁碰到佛法 58岁吧 6年时间 那么 人生的轨迹大概就这样 那么这6年呢 慢慢道理就越来越清楚 确确实实 幸福不是在外边能找到的 幸福不是金钱 幸福也不是出国 幸福也不是外国的身份 也不是投资 也不是地产 也不是自己当老板 幸福最最重要的原因 在于要把道理弄明白 同时在实践当中要做到 这个过程是非常幸福的一个过程 那么现在很多朋友 说学了中国传统文化 学了佛法 学了弟子规之后 没有觉得幸福 我觉得呢 有两个方面原因 一个呢 就是你学的这个东西 这个理啊 还是没搞明白 你明白了 比如抽烟不好 这个理 没搞透 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理没有搞透啊 而现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些朋友啊 包括老板啊 是吧 都上了大学 都有很强的主见 不是人云亦云 就是大家实际上都有一种思考能力 都受过这种思考的训练 是吧 摆事实讲道理 是吧 这个这是一个好事 就是我们说能体重问题 能够存疑 在佛门当中这个也很重要 存疑 那么这个存疑呢 不疑不悟嘛 我们佛门当中说 你没有疑问 你就不会有就不会有误处 但是现在呢 纵观这个在企业界也好 在全国各行各业 现在开始落实传统文化 学习传统文化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理 就是解的不透 所以这个理 因为理不透啊 所以在执行过程当中啊 在落实过程当中啊 就特别容易被 被这些外部的环境所干扰 明白吧 所以 所以 而且弟子规律特别简单 这是您也在问题当中提到了啊 如此简单的这个问题 似乎好像没有什么道理 是吧 其实他的理很深 因为他是讲给孩子的 特别是13岁以前的孩子 弟子吧 所以呢 他不能讲太多的理 孩子的理解力也不够 那个弟子规 这个 他的主要的 是让13岁以前的孩子背下来 你理解的要执行 不理解的要执行 家长 学校 逼着你坐下来 第一要耳熟能详 第二要真正落实 那时候人厚道 给了弟子规就真照着做 爸爸妈妈说的老师说的真照着做 现在的人可不行了 特别是现在大人学弟子规 他上来他就给人问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你明白吗 那么现在你把弟子规生个小孩 他也只能当儿哥来背 说我背下弟子规了 老师让我们背 但是 因为大人不做 家长不做 因为老师不做 因为电视上没有将怎么做 孩子睁开眼睛 看到社会 看到家庭 没有一个人在落实弟子规 所以他们也就认为 这就是一门学问 就和我背那个英语的26个字母一样 他没有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我不做又怎么样 我不做 我不受到惩罚 我做了也没有得到表扬 没有形成一种风气 那么这个主要是大人没带头 而大人拿到弟子规之后 他又会上来就会问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现在这个年代 就刚才我们说 是吧 大家都大学毕业 善于思考问题 善于提问题 需要解答 你要说服我 你要摆事实讲道理 我才能跟着您走 所以 其实这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这是人的根气 退化 不相信 没有信根了 信是个根 这个根能长东西 所以说信根弱了 没信根了 谁都不相信 那么就在中国古代的时候 古时候 因为他有皇帝 皇帝 对皇帝信 忠了 你对皇帝要忠 不忠就杀头了 皇帝穿的衣服 你不能穿 皇帝用的颜色 你不能用 是吧 所以他从小 他就有一种 秩序的安排 制度的安排 他在出门他要忠君 忠国 忠皇上 在家呢 要忠爸爸 在学校呢 忠于老师 所以孩子一直在遏制他这种 张狂 自私 个性的这一面 让他从小就受到一种规矩的限制 你必须得有敬畏心 你要绝对的把你自己放低 你要相信 他们比你强 他们比你正确 你什么都不行 孩子老实 所以弟子归扔给他真学 现在推翻地制已经一百多年了 出门忠于谁啊 全是民主制度了 人人平等 社会强调竞争 以金钱为主 以经济为内容 在家呢 爸爸妈妈 也不学这个 确确实实 我自己的体会 因为我自己也有家 我自己也有胡思 非常难 非常难 这个东西 卫然成风 这个太难了 或者形成一种气候 你说 PM2.5污染很重 我们家就一个空气清新机 行了 那你就在你的卧室来凑合 从卧室出来到书房就吹了 你不可能家里 所有的房间都弄一个空气清新机 就形成不了气候 你也不能老在卧室带着 为了吸新鲜空气 你还得到厨房啊 对吧 你还得到书房啊 你还得出门啊 就是这么一种 势单力薄 所以就让我们更加的想起了 当年孔子老人家讲的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各级领导 上至国王 下至家长 要带头学 这就让我们体会到 当年孔子老人家说的 学要讲 过要改 现在 学不讲了 你根本就不学 他讲什么呢 那你不学 你没有标准 你改什么过呢 所以我现在有些朋友 我们有些 经常有些朋友 非常忧虑问我 他们说 这个还能好吗 您那么 孜孜不倦地弄这些东西 苦苦地跟这自己一个人奋斗 还有希望吗 我说反正啊 我说我的师父 就是近空法师啊 跟我在讲经当中多次提到 关键在第一把手 就是教育者要先受教育 那我们现在就要问 谁是教育者 家长是孩子的教育者 老师是学生的教育者 领导是群众的教育者 党是人民的教育者 皇上是百姓的教育者 那教育者要先受教育 要别人做到的 自己要先做到 然后我们 论语当中有句话 论语理人篇 有这六个字 就得不孤 必有灵 你有德性 那么那些有 你有德性 那些跟你志同道合的人 一定会团结在你身边 跟你在一起 你明白这意思吧 所以现在家长团结不了孩子 不能得到孩子认同 老师不能在学生当中树立威信 领导在群众当中 不能令人心腹 党在人民当中拾起威信 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没有德性 德不孤 必有灵 所以你不能埋怨老百姓 现在不拥护你 你不能埋怨孩子不听你的话 你也不能埋怨学生 现在不好管 关键是 这三个角色 家长 老师 领导 党 没有德性 没有德性呢 就是缺德 缺德呢 就得补这个德 补这个德 从哪补呢 是吧 那我们说 我们选择儒家的学说 这个儒这个字 它有三个意思 最早这个意思 叫 叫做有技术的人 这人有技术 叫儒 儒式 也叫树式 是吧 你比如说 我会 我会坐床 我也是儒 因为我有技术 我有专业知识 最后呢 它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 孔家的学说 叫儒家 孔家的学说 儒家 第三个意思呢 就是 奉行儒家学说的人 最后 慢慢慢慢 推而广之呢 就把它变成了 知识分子 叫儒式 所以 您在这个问题当中提到 奉行儒家的学说 就是儒家的教育 我们当提到儒家的教育的时候 我们主要讲的是第二个意思 就是孔子所奉行的学说 就孔子的学说 叫做儒 那么 我们刚才说 缺德就得补德 这个德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信奉儒家的学说 儒家学生学说当中 关于德是什么样的一种描述呢 这是很重要啊 对吧 你说 我们就这么一步步推下来 我们德不孤雾必有灵 那我们问什么是德 儒家讲的德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如果把握住这个东西 那我们就要问两个问题 这个德对吗 对不对 如果这个德对 那我坚持它 是吧 那么这就谈到了 对德的这个环节上的两件事 第一 要真正的好好学习 学要讲 学了要讲出来 第二 这个德性要求我们做到的过要改 不符合这个德的要改过来 所以德不孤必有灵 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德 就根本就谈不到对德的研究和德的存在的合理性 科学性 正确性 是吧 那就更谈不到去做的了 所以我们今天讲 儒家的德 是什么呢 仁义 是吧 孔子讲仁 孔子讲义 是吧 那么这太多了 我们就是说 孔孟学说 仁义 而义 孔孟学说 仁义 而义 那这个人就是爱 义呢 就是责任 是吧 那么我们这个爱 这个责任 有它的合理性吗 为什么要爱呢 爱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不爱又怎么样呢 那么儒家的学说 既然他这个德是扣在这一个环上 仁和义 所以就要把这个仁和义要讲清楚 其实弟子规 您是上次说的 113件事 1080个字 实际上就围绕了仁和义 你在家里头爱爸爸妈妈 这不就是仁吗 出来替 那不是也是仁的表现吗 是吧 这个谨而信 那不就是义吗 是吧 其实就是仁义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诉求这个根本 我们要回到原来的原点 就是仁和义 是不是我们人类 我们说叫性 叫本质 是不是本质 换句话说 人的本性是什么 对吧 人一定不会离开本性 就和树木不会离开木性一样 就和水不会离开石性一样 而人的本性 孔子说 就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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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他老人家发现了这个德 他发现了这个德以后呢 他从哪发现的呢 他从父子有亲 你看我们父子有亲 这个爸爸和父母亲和孩子 他这种亲爱的关系 所以呢 我们说 孔孟学说 仁义 那么这个仁义 是什么呢 是大根 是大根大本 就和树木的根一样 那么孔孟学说 那么孔孟学说 儒家学说 他就发现了这个根 他说这个人 他说这个人是人的本性 就是三字经上说的 人之处 性本善 这个性 抓到了本质 性质 就是本性 那么 我的师父 在讲经当中说 他就发现 这父子有亲 你看父母亲爱孩子 没条件 甭管这孩子 漂亮不漂亮 聪明不聪明 有没有文化 这只要是我的孩子 我就爱他 而孔子发现这个东西太伟大了 没染污 没有利益上的这些考量 无条件的 而且这种爱 是要牺牲自己为了孩子 那么他老人家就有一种设想 如果我们整个人类社会 人和人之间都有这样一种爱 这不就是大通世界了 所以当时他有小康社会 他也有大通世界 其实我们说的小康社会 跟今天的单纯用金钱来衡量小康社会 完全是两个概念 大通世界没有了 我们才谈到小康 小康社会的核心单位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家 人心量小了 不能把整个社会做成一个大家 你看 瑶把地位传给顺 顺传给了这个夏 是吧 夏以后就变成家天下 孔子说那个时候就不叫大通社会 小康 胡小林这一家人 姓胡的 退到这儿来了 你看啊 退到这儿 所以孔子发现这个人 是人的本性 就是三经上所讲的 人之处 性本善 他就希望这个教育 能够把这种爱 从父母的身边 从父子有亲 扩大到兄弟有爱 夫妻有别 朋友有信 君臣有义 从爸爸妈妈跟孩子之间这种爱 扩大到朋友 邻里 乡党 同学 最后凡事人皆去爱 他是这么一套理念下来 人有啊 你看你对爸爸妈妈这么爱 爸爸妈妈对你爱 你不能说你没这个东西 你有这个东西 那你为什么不能爱别人呢 说明你能做到 对吧 你要做不到 我不是掉你胃口吗 说明你能跳高 跳到一米九 那我们今天就给你 跳到一米九 绝不是天方夜谭 你对爸爸妈妈可以 可以无限 可以爱啊 你就像我们公司有些员工偷公司的 干私活 拿公司东西 但是对爸爸妈妈特孝敬 有点钱就想着给爸爸妈妈 你说他是孩子 对 我们慢慢后边再谈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孔子也发现 人的本性是这个东西 但是后边有个习性问题 后天的染污 就造成了习性跟本性之间的差别 所以用我的师父的话讲 人是学坏的 跟谁学呀 就现在跟电视学 跟杂志学 跟这个坏榜样学 那么教育是可逆的 他既然能够学坏 他就一定能够学好 中国佛家讲 这个人呢 其实就像一件衣服一样 你用臭气熏他呢 他就带臭味 你用香气熏他呢 他就带香味 所以这个衣服无臭无香 本善 性本善 因为他什么都不是 他既不是臭 也不是你说那香 你明白吗 但不得已 我们用一个善字来 因为他没有恶 所以我们用善来描述他 你明白我意思吗 三字经讲这个句话 讲得非常深 人之初性本善的善 不是善恶的善 是因为他没有恶 我们给他称之为善 实际上他也没有你说 那个善的概念 他非恶非善 不得已 我们要用一个名词来形容他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选择一个词来形容人的本性的时候 因为他没有恶 我们说善 实际上往高了说 他没有善 就和衣服一样 那么这就讲到教育的重要性 你用什么样的气来熏这个衣服 你老是在厨房穿这个衣服 他肯定带油烟味 是吧 你要是老是 你要家里那个大力柜里 你放着蟑螂玩 蟑螂球 这就蟑螂味 所以人是这样 这叫我们佛门当中叫做性 或者说这样一种考量叫做乘性 符合了性的特征 那么孔子发现了仁义 就是儒家学说 他就希望把这东西教育给大家 告诉大家 我们本性当中有这么一个东西 你知道吧 那么有这个东西 希望我们第一个教育者要先做到 要认识到这个东西 自己是一个践行者 同时再把这些东西教化给老百姓 让老百姓趋之若物 跟着我学 从善如流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展开儒家 从董仲书老先生 确立为儒家 为中国的独尊儒术 开始到今天是非常丰富 全是为了 但是这个基础 就是我们眼前放的这本弟子规 就是这个 1080个字 113件事 这是所有孔孟学说 就是我们说的儒家学说的基础 所以 那么也是我们刚才说的 德不孤必有灵的德的主要内容 那就是人和义 所以 那么 那么大家会质讯 就肯定会提出问题 真的人 真的爱 是我们的本质吗 是吧 我们 我们其他东西都是习性 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 那你拿出事实来给我看 拿出证评来给我看 这个非常难 非常难 这个 见性 见到这个人的本性 它不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它不是一个你学了就明白的事 就是你知道抽烟不好 你就等于记了烟了 这个是两回事 抽烟不好 理上明白了 就要看破了 还得放下 一放下 你就见性了 现在很多人见不到爱的作用 体会不知道自己的力量 就刚才我回过头来说 第一个 理不明白 不知道爱是我们的本性 第二个 在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学习当中 没有落实 没有落实 所以他得不到 这种 所谓 我们说儒家学说 或者说这个德 或者说这个弟子归的 真实利益 你明白我意思吗 他从理上又不明白 从事上他又不落实 所以他得不到利益 得不到利益 这就是所有的 到目前为止 全国范围内 学习弟子归 学习儒家文化 落实传统文化 最后为什么 虎头蛇尾 锐使而代中 刚开始 非常锐利 最后慢慢慢慢就懈怠下来了 偶艺大师说 圣物锐使代中 千万千万不要 刚开始很锐利 很朝气风波 心心相濡 到后来就慢慢携带下来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 这个看破和放下 如虎之双翼 如双手互洗 如两灯互照 就像两个灯互相照 两个手洗才能洗干净 就像老虎添了双翼一样 才能飞起来 我们说如鸟之双翼 你光看破不放下 不落实也不行 你光落实理上不懂 也长不了 所以今天最需要的 特别是今天对待知识分子 就是您这个杂志作 对这些精英们 他们有智慧 实书达理 有分析能力 不苟同别人 保证自己 保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像这种人 你反而要把理讲清楚 讲清楚 因为什么 问题太多 怀疑 对圣人怀疑 对经典怀疑 举个例子 感冒冲剂 从人堂出的 这些精英们 就是您的这些对象 他们怎么就喝了呢 是不是 你给他一包感冒冲剂 他并没有问清楚 这个药方 是吧 这美味药管什么用啊 为什么他就能把我的感冒治好啊 没人问 他大夫说的 你得喝呀 你得喝呀 爸妈说的够呛 他信不过呀 他认为你没有知识 没有文化 那么为什么你这些精英们现在吃着感冒冲剂呢 是因为别人吃了 我弄清楚又怎么样呢 不过是明白而已 我明白也罢 不明白也罢 只要吃进去 是不是就管用 明白的人吃进去管用 不明白的人吃进去 是不是也管用 yes 也管用 那要这样 我干嘛弄明白 我费那个劲 我吃不就完了吗 真的 古人就这样 我干嘛 我爸爸妈妈怎么说的 我照着做不就完了吗 我爹娘还能不爱我吗 皇上说的还有错吗 老师说的能怀疑吗 那时候人省尽 他不需要你讲那么多大道理 人彼此之间有信任 今天没了 十个人有两个五代骗你 你真把弟子归给他 他首先就是怀疑 你这是什么目的 这玩意是灵吗 谁说的呀 200年前的人 孔子 谁看到了 谁见到学弟子归 挣着钱了 谁见到学弟子归 不得癌症了 这就是我们佛门当中说的 末法时期的现象 怀疑 苦啊 这种人苦 坏的东西你怀疑 你是要福气 对吧 好的东西你怀疑 那您是没福气 所以今天说实话 能捡起弟子归 能照着做的 真是有福 因为他不懂得道理 他不懂得道理 他就照着做了 撞上了 你要撞上法轮功呢 你也算撞上了 那您就是倒霉呗 所以今天碰到弟子归 又不明白弟子归说的道理 但是又愿意做 这种人就是我们说的 过去生当中的善根 他有种亲和力 那莫扎特 人家六岁就会写教上去 四岁就能上台指挥 那是谁教的 过去生带来的这习气 所以有些人见到弟子归就高兴 你又说为什么 他还不知道 他觉得特亲和 反正我看这东西我就高兴 我就欢喜 那就和有些人看到红颜色就喜欢 看到灰的就头疼 有些人生下来就爱吃面 有些人生下来爱吃米 这不是这一辈子的事 所以我们今天碰到弟子归 在讲这个弟子归的时候 其实面对的都是大人 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面对全知识分子 他们多少年的科学学业的训练 从小学中学大学 以及研究生 包括商场上 你看我们现在是MBA EMBA 全是学问 全是问题 全是分析 那么你像这个东西 今天你回避他的一个道理 你不给他讲 很难 很难往下做 不信就是我们这些所谓的老师们 是指 你没讲透 对吧 所以当前在全国范围内 落实儒家文化 推行传统文化 关键的是在于讲 看明白道理的 没有一个放不下的 你放不下 你还是不明白 说白了 你这烟记不了 你还是不懂得烟的 你还是不明白烟对你的伤害 你真正明白烟对你的伤害了 没有一个放不下的 所以原来我们认为是什么呢 过去几十年前 人不用看破 我先放下 我先我干嘛看药方 我先吃了 我吃了药以后 我好了 那我就相信了 对吧 那这药方是对的呀 我点头啊 你病好了 你是铁匠 你就打铁去呗 是吧 你是种地 你就种地去呗 你研究药方干什么 你不要当大夫 现在不行 现在个个打铁的种地 都要先当大夫 这就累了 这人你想得浪费多少时间 我是吧 我吃阿斯皮尼 我现在把阿斯皮尼的机理弄清楚 到底是哪个分子在起作用 我吃这个中药 我到底是哪一味中药在发挥作用 那今天人你不给他 对 今天你不把这个给他解释了 他不学 因为什么呢 第一 理不明白 第二 我也没有看到明白的人做到这事以后 得到的益处 对吧 你说你虽然说理不明白没关系 你拿出个样子让我看看也行 那我吃感冒充气好了 就是证明了 现在没有证明 没有证明 有证明 媒体 学校 杂志 报纸 文章 也不刊登 也没有把它跟人和义联系在一起 根本就是匆匆而过 不屑一顾 这是因果的报应 这种联系其实在我面前是很明显的 但是没人这么联系 我们在回过头来说 弟子规就是儒家学说的仁义这个德 一个核心 那么现在光说弟子规是万能的 人们很反感 现在已经有这种现象 觉得好像这东西不灵 我也背了 我也学了 是吧 理我不清楚 做我也坚持不下去 而且这个东西 这冲击很大的 一出门全都是不是弟子规 是吧 那你怎么办呢 而且这些不学弟子规人都很成功 人家活得挺好 人也就这么过来 生在苦中 他不知道他们是苦 生在水生活之中 他不知道你是水生活 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 要把弟子规当中背后这个礼 给别人讲清楚 你不讲清楚这个礼 人家是不会学的 因为现在每个人都诉求要方的功能 都想把要方给整明白 所以呢 弟子规的学习是 首先现在要从礼上入手 这个礼上入手呢 因为现在您也知道 这个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我们提出干部的年轻化 知识化 专业化 这些都是有学问的人 跟过去的工农干部不一样 跟过去的大老粗不一样 所以要以礼服人 是服人心不然 礼服人方无言 用礼来服他 他才没得说 所以这个呢 弟子规就一定得讲礼 讲礼 讲到最究竟处 就是佛法 佛法说 我们说的这个人和义 从佛法上怎么演变到这 佛法说 我们的心 是一个心 就是这一滩水 就是这一个海 小刘的心 和胡晓琳的心 都是这一颗心 这是他的相同的地方 叫真如性 他不相同的地方 在于小刘这股风 吹了这个海 起了小刘的波浪 胡晓琳呢 也有他的风 也吹动同样一个海 也在这个海上掀起了 给一个符号 胡晓琳的波 我们说石 识别的石 所以新海因无名风 起石浪 那么这个石浪当中 多少个石呢 八种石 石呢 在中国传统查那字典 就是了别的意思 那么这八种石 就产生了主观和客观 产生了物质跟精神 那我胡晓琳的无名风 一停了 那这种八种石浪就没了 我胡晓琳的这个海 就平静了 成佛了 涅槃了 等我一涅槃以后 我才发现 原来我有风浪的时候 我看到的小刘 我看到的这些山河大地 我看到的这些花草树木 实际上都是我这个新海变现的 一提的 你有浪的时候 你没觉得 你看 有我 有他 有主观 有客观 有时间 有空间 等你一旦觉悟以后 你发现 突然一发现 哦 其实都是我自己在做梦 梦里的胡晓琳 梦里的小刘 梦里的爸爸妈妈 跟别人一点关系没有 我在梦里 我还跟别人吵架 我在梦里还算计别人 等我醒了以后 哈哈一笑 这是佛法教 这就是爱的基础 一体的 主观客观一体 有情无情一体 自他不二 都是你自己的事 你觉悟了 你的风停了 你的无名风停了 你的时浪平息了 你的生死轮回就不存在了 明白了吗 梦里明明有六趣 天 阿修罗 人 地狱 恶鬼 畜生 六道 梦里明明有 醒后空空无大千 所以你做梦的时候 地狱里的众生 天上的众生 都是你自家的事 那你在梦里头 梦见了天安门 胡宝林在梦里 也梦见了天安门 那这两个天安门 什么关系 重叠了 你梦里有这个波 我也有这个波 我们共同分享 这一个波了 明白这意思吗 有多少个众生 有天安门这个波 有多少个众生 就能看见它 那你的风停了 你的波熄了 你的天安门不在了 但是我的天安门还在 因为我的风还没熄 那个时候你有个责任 你把我们这些 还有风的人 还起了时浪的这些人 给我们平息下来 教育我们 看错了 别当真了 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原来也是这么看的 也是这么认为的 分字分它 分好分坏 分过去分未来分现在 其实全都是假的 所以佛菩萨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智慧 它全清楚了 第二个 它马上就变成波 来到你身边 你是人 它就变成人在你旁边 变成你的同学 变成你的家长 你是猪 它就变成猪 来度这个猪 应以什么身得度 就献什么身 伟大 为什么这样做 自然而然的 不是说我的意思 为什么 为什么左手 右手 为什么左手被蚊子叮了 右手来挠它 自然而然的 一体的 这就不能再问为什么了 用谢谢吗 不用 要请吃饭吗 也不用 该挠多少下 该挠多少下 特别有智慧 多一下都不挠 少一下也不行 夜里睡觉它都挠 这就是右手 就是菩萨 你眼睛要眨 为什么眼睛眨呀 谁叫你长了 自然的 我们说本能 菩萨就完全恢复了本能 我们今天没有 我们的本能有障碍 障住了 我们跟大家是一体的这种认知 所以不能够去帮助大家 那我们今天能帮助大家 能做一些善事 靠的是什么 靠的不是本能 靠的是我们信力 我们坚信这样做 其实我们的本能并没有告诉我们这样做 你不这样做 你不好意思啊 明白吗 所以什么时候 你可以自然而然的 没有我们世间的这种 心理上作用的指导下的行为呢 等你成了菩萨之后 等你成了佛之后 我们说叫法身大使 那时候就任运而行了 一点自己的意思没有 我自然而然就 就和那磁铁吸的铁血一样 你只要进入到我的磁场范围 我立刻就把你吸过来 为什么 没什么为什么 那就这样 用谢谢吗 不用 磁铁有这意思吗 我要吸你 也没有 您不来我这磁场也这样 所以 黄念族老居士在讲无量寿经的时候就说 法身菩萨的取心动念 他们的行为 他们的生活 就像磁铁一样 没有意思 但是做得非常圆满 你像我们要把铁血拿到这来 我们得一个个揪 一个个拿 这就是我们世间的事 人家磁铁不用 往纸底下一放 刷 那个铁血就过来了 一个都不会拉 而且平等 我们要挑铁血 往那个纸上放 我们先得挑那大个的 我们先得挑那亮的 我们先得挑那顺眼的 我先得挑的是我妈给我的铁血 这就是我们说的俗 烦恼 所以我们的行为完全是在这样一种烦恼的指导下来干的 真正的菩萨佛 他们像铁血一样 有教无类 来者不拒 去者不留 甭管这个铁血是我妈给的还是我爸给的 甭管是我的仇人给的还是我的亲人给的 只要是铁血我都给你吸过来 而吸过来完全一样 绝不会说有亲有叔 说是我妈妈的铁血我吸的核心 我爸爸的铁血我放在外围 不会的 我们希望这种境界 其实我们本来是这种境界的人 为什么我们今天丧失了呢 就是三字经常说的 吸相缘 染污太重了 染污重要回来 你要一下子回到这种状态不可能 通过哪几门呢 信解行正 正德这种境界 这种境界不是你理解了 你就能做到 是要靠正德的 所谓正就是要放下 你放下你就正德 你今天放下 你今天正德 你明天拿起来 明天又迷了 那么今天说爱这个东西 人和意这个东西是一体的 应该爱 你不爱是你错了 你爱别人是正常的 不用说谢谢 应该的 佛门当中叫法尔如是 就是我们今天的话 自然的 那么今天我们迷了 没有这种感觉 迷了多长时间 很长时间了 愿意不愿意回到这种状态 愿意 有这种状态吗 有 谁得到这种状态 佛 怎么才能得到这种状态 去看佛经 所以今天的佛教不在寺院 在经典里面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你明白了 你照他说去做 修行靠个人 那么今天我们把这个东西 大概跟诸位说说 世界是这么形成的 我和他是这么形成的 物质跟精神是这么形成的 主观跟客观是这么形成的 你就明白 为什么我们要爱别人 这是我们弟子规的 坚强的 可以信赖的理论基础 谁见到了 所有的佛菩萨 却正得这种境界 他们都醒过来了 都从梦心当中得到醒心 醒的这颗心 得到醒的这颗心以后 他们留下了经典 告诉我们 事实情况是怎么样 今天我们不信古人 不信圣人 藐视经典 认为他是糟粕 没别的 就要继续沿着错误的方向往下走 直到有一天 能回头吗 能 怎么回头 怎么 苦到家就回头 紫百大师当时说 那么 因为我们有佛菩萨 他把他正得的境界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跟他学 我们觉悟了 那第一尊佛前面的老师是谁 他仗着谁的开示 他明白了这个道理 紫百大师说 如同我们在这个地球上 观日出 观日落 久而久之 我们发现 太阳从这边出来 从那边落下 掌握规律了 然后我们给他一个定义 太阳出来这边叫东 太阳落下那边叫西 东升西落 这是智慧 这叫学问 对吧 那么这个学问怎么建立起来的呢 是在这个地球上的人 长期观察日落日出 所形成的 那么再生下一个小孩 他还用观察吗 不用了 爸爸跟你说 从这边出来 太阳 从这边落下 你怎么知道 长期以来观察 第一尊佛观察什么成佛 苦 生老病死 太苦了 那有没有不苦的日子 难道人一定要这样吗 正是因为这种生命的现象 这种苦 启发了这些人 思考 我能不能摆脱他 正是太阳落和太阳升起 启发了我 我们要总结他 那么第一尊佛 就是观察人的生老病死 成的佛 成完佛以后 他把他观察的这些经验 遗留给我们 所以我们管这种东西 叫传统 统就是蚕死的头 传就是从头传下来的 叫传统 所以传统文化是从头上传下来的文化 第一尊佛 发现了文化 所以我们必须理 我们今天挣不得这种境界 我们又不愿意向人家学习 那怎么办呢 那世界就走向末日 人就会越来越苦 人就会遭受很大的灾难 甚至是末日 这些东西都是对人的教育 都是好事 佛说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海 这个心海可不都变成 你所希望的那种尊严 和你所理解的那种场景 你认为好的 可不这个心海可不一定变成 但是心海变成的境界一定对你有利 所以灾难的出现 癌症的出现 瘟疫的出现 都是对人的教育 都是这个心海的积极作用 而因为我们的支箭不及 我们认为这不是好 这是灾难 我们认为这是地震 这是不顺 其实不是 心海它自然而然知道 该给你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等待你的觉悟 促使你的觉悟 而这个心海是活的 它是知道的 就是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胡好林坐在这 能看 能说 能讲 能听 能写 靠的就是这个心海的作用 它有见闻觉知 同时在我们身外的世界 也是我们的心海的见闻觉知的反应 汶川地震 泥石流 南北极融化 都是它在提醒我们 不能太多的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是因为贪欲太多 贪欲一定要节省 遏制贪欲 遏制贪欲 我们二氧化碳排放就小 二氧化碳排放就小 南北极就冻上 南北极冻上 所以地球的板壳压力就小 地球板壳压力小 所以就不地震 这都是真如在对我们进行的教育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佛门绝对的这个观点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没有对立面 如果这种教育 特别是在你们贵杂志上 普遍的宣传出去 让大家有一个认同 循序渐进 跟着这种杂志的发展 想必凡是碰到这种杂志的人 都是巨大福报的人 他们明白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他们学会了楚人代识街舞 这是这个杂志 我跟曹总说的 未来的前途 这个前途绝不是哈佛 也绝不是MBA 也绝不是西方 只有东方有这个东西 这跟你说到究其本源 这个东西都明白了 我们就自愿地去 去践行老祖宗的弟子归 就自愿而自然而然地去爱别人 因为这样我能得到更大的利益 对不对 你说这个手 他左手坏了 你右手明明就靠他 靠你右手给上药 你就不上 这个左手怎么样 烂了吗 烂了你还不理他 你脚也不带他去医院 这就烂得越来越大 这个手烂了 最后就中毒了 败血病 全身就死了 腿 手 眼睛 整个脑子都有这个智慧 一定要把左手治好 尽管他今天不长在我这 道理是这个道理 我相信 每一个看商业评论的这些精英们 当他们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 他们所焕发出来的这种巨大的实践能力 能给全国带好头 这是这个杂志的德证 德不孤 必有灵 您只要把这个登出去 把这种大道理讲给你的用户们 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四万个多个订户 跟了我们十几年 花了这么多钱 对我们杂志这么忠实 我们不把这种至善圆满的道理 通过我们的平台交给他们 介绍给他们 这是我们缺德 我们对不起这些四万个用户 曹总我说的 自打这个杂志出现变化之后 还有四万个忠实的人在跟着我们 我们今天要回馈他们真实的智慧 真实的利益 我们每一个商业评论的工作人员 都应该有这种责任心 我们连他们我们都不照顾 我们连为了他们 我们都不把这药方写清楚 我们怎么能谈到爱别人 是吧 所以这就是弟子归小大道理 这个大道理只有在佛法当中 才能讲清楚 讲清楚这一点 是推动弟子归走向商界 走向社会 走向全世界的最唯一的一条道路 就是要把理讲清楚 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三年来 一直潜心研究大乘起心论 为什么佛法是正确的 我就希望把这个东西要讲清楚 讲清楚之后 没有一个人敢小看弟子归 没有一个人敢小看论语 没有一个人咱们说白了 敢小看这个爱 就是我们说的人和义 这个东西绝对是对的 当你明白它是对的时候 你才愿意去做 举个例子 那么你像我们现在售后服务部 三十万用户每年修炉子 对吧 一千多万现金 没发票啊 有什么发票啊 那上税吗 你完全可以不上税啊 谁知道啊 你给人换了个帮 拿一千块钱回来了 没发票 没发票就入不了账 那您报多少 我有发票就三百万 那我就上三百万的税呗 我按照这营业收入 那这个时候你践行弟子归 你的财务就会问你 糊涂我这一千三百万 我是怎么个上税方法 开了票是三百万 还剩一千万 我要不上税 立马省三百三十万 当你明白这个道理 就和左手和右手商量 商量什么呀 你这钱是你的吗 你占这点便宜 你占谁的便宜 你左手占右手的便宜啊 你眼睛占鼻子的便宜啊 你们是一家人的 你们是一个身体上 两个器官 你占他便宜 你他能好 他不好 你好得了吗 你当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 你就不会占这种便宜 反正左口袋右口袋 全是我霍号林这个口袋 我今天来到这个世界上 能1955年出生到今天六十 能碰到这种场景 能收在中国 能见到这些炉子 能见到这些客户 没别的全是我的无名风 吹动我这盆薪水 然后起的这些石浪 我还分字分他 帮还来不及呢 还占便宜吗 帮谁呀 帮你自己呀 所以说中国传统话 说简单就这么简单 行起来非常容易 知难行一 了解起来是太难 所以商业评论之所以重要 就是要把知难这个男子要给克服掉 让大家能够开辟一个砖栏 打开一个窗户 佛法之窗或者叫东方智慧之窗 要把这些东西慢慢的介绍给大家 崩多了 你就把这个近空法师的平台 印光大师文超这个平台 你告诉你这些用户们 他们慢慢慢慢通过 你想商业评论当中四万个单位用户 这一个用户可能不止他一个人 他可能是一个单位 有一个人通过商业评论接触了佛法 他以后到了西方成了佛 他对这个苦难的众生的救赎 远远比你今天商业评论所能起到作用 不知道要大 摆横河沙背 功德无量 所以一定要 我跟曹总说放下 我是商业评论 我怎么才能挣钱 我怎么才能发展 你不要想这个 你想你怎么才能利益别人 你利益个别人 别人一定利益你 得不顾必有灵 你一定要相信 你这个杂志是个德性的杂志 你放心有德性的人全来 我们做法宝 崔老师从来就没有拿过钱 全是十方的姑娘拿了钱 花都花不了 没什么效益 有什么效益 因为我们出的这些盘 我们出的这些书全是这样的 大家赞叹 现在东西社会太少了 肯定有很多家庭在实践这些东西 得到真实的利益 你还缺钱吗 惊恐法师 他那个有卫星 24小时滚动播出 有电视台 从来就没为钱发过仇 打来 就是一个账号 在荧幕底下 人家就往里边打钱 谁打来都不知道 从来就没为 刚开始办着电视台的时候 说最多这个钱就能办三个月 现在多长时间了 快十年了吧 然后从落地的电视台又现在到了卫星 租了三颗卫星 覆盖全球 从来就没有为钱发过仇 我们商业评论要走出这条套路 你知道 现在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问儒家 没有对生死的这种问题的讨论 而生死作为任何一个人来讲 它是终极的诉求 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情怀 每一个人都希望把死的问题问清楚 这就是为什么宗教要存在 因为每一个宗教都要回答这个深厚的问题 只有人们对死亡问题得到彻底的认知跟解决之后 这个人才是成熟的人 否则的话 神非烟灭 今朝有走今朝醉 吃吧喝吧 灶吧作吧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哪死 死完就完了 死了就了了 一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了 那不趁着活的时候造 什么时候造啊 所以各个急功近利 各个都不愿意从善如流 因为既然没有谁为死后的虚名而活着 一光大师说 没有啊 如果死后就没了 谁为死后的虚名活着 谁不会在这种声色藏所当中享受啊 所以我觉得商业评论 我谈点我的希望 我希望我们要触及这一块 如果我们的所有商业精英 真正对死亡认得清楚 看得明白 对伦理 对道德 对因果有个清醒冷静的认识 这个商业的人才是一个成熟的商业人 他才能干出成熟的商业的事业 他才能生产出一种负责任的产品 他才能履行一个负责任的这个商业人 所应该给社会带来的责任 我觉得这也是咱们曹总办这个商业评论的初衷嘛 希望大家真正成为一个对社会 对国家 对家庭 对单位 对个人 一个有益的杂志 那这个东西没别的 百川归海 就是三个教育 伦理的教育 道德的教育 因果的教育 这个三个教育完备了 这个人受了这三个教育了 并且在生活工作学习实践当中落实了 我们说成就了完美的性格 完备的商业性格 完备的家长性格 完备的老师性格 这个人才能干好事 这个人才能干好事 才能干成功的 成功的事情一定是成功的人干的 干净的钱一定是干净的人挣的 健康的企业一定是健康心态老板所经营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坚持按这个方向走下去 未来的商业评论就是一个 于家 于企业 于国家 于社会 于地球 于环保 于各行各业 得正无量 那么所有商业评论的工作人员都会占他的光 因为你们在传播福音 你们在传播善 你们在传播至善圆满的智慧 给所有的读者 拿不到商业评论能是他祖上没得 是他上辈子没有修了福 只要有福气人就能碰到这东西 非同小可 现在我们有两个公司加起来200多个员工 他是这样 就是现在在企业落实这个弟子规 就和中医给你把脉 给你开药一样 他不会给你讲这个药都起什么作用 对吧 给那个药方去抓就行了 我们在企业 落实弟子规 分成两块 一块就是我要做 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上税 你像我们30万用户当中 有很多是修不起炉子的 低保贫困无保 国家这三类民政部门认可的贫困户 低保 无保贫困 那么在我们30万个用户当中有很多是这样的家庭 那我们走到街道委员会 把他们的名单要到输到我们计算机里边 我们终生免费的维修 只要他们修炉子 我们上门服务的工钱和我们给他换的零件的价钱 全都不要 我们叫做爱心户 这个跟我们一点利益关系都没有的 爱心户 我们炉子一般寿命是15年 那在15年的运行期间 这家的炉子 无论修多少次 无论换什么价 全是免费的 同时我们在公司内部有爱心基金 大家把钱放在一起 多少都不限 那当然主要是公司处 那么这个爱心基金就照顾员工 以及员工的家人 他们有了病 生老病死 我们叫做爱心基金 其实他不是一个严格的基金 他没有生产利息 没有这个投资的这个意思 就是大家把钱放在一起 有困难了 我们有爱心基金委员会 我们一讨论 我们就把他钱给他 这个是我们在内部的 同时呢 我作为公司的老板 那我会跟很多员工打交道 我会跟我的中层 我会跟我的高层 我会跟我的低层接触 那么他们 我很少说是 占用他们的休息时间来搞培训 我一般都是上班的时间 不让大家不高兴 因为大家都很忙 也不利用周末 也不利用大家下班时间 那么 更多的 在企业落实弟子规的过程 是一对一的讨论 而这个讨论 不是就弟子规来讨论 是就他的业务来讨论 比如说财务处 说这个该不该上税 这不就是落实弟子规的具体行动吗 你落实弟子规应该怎么处理 你不落实弟子规应该怎么处理 对吧 那部门之间发生冲突了 有了不同意见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员工和员工之间有矛盾了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这个时候是用弟子规的最关键的时刻 起码他到我这跟我沟通的时候 我出了弟子规 我没有别的 对 我们会看蔡李徐老师的戏讲弟子规 我们会看山东电视台出的这个天下父母 我们会看静虹老法师的很多讲座 光盘 关键的是我带着他们做 比如说孩子上学 比如说父母住院 比如说姑姑腿舌了 这都是我们在践行弟子规的 其实一个行动胜过一千句语言 我老这么做 做了六年了 我的中层也这么做 就形成一个氛围 其实你说我们大家有做这件事 要想想这是弟子规第几条吗 不过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你只要存一颗爱心 只要存一颗利益他人的心 只要你没有了自己 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弟子规从头到尾 就是让你放下自己考虑别人 放下了自己 你自然而然就考虑了别人 考虑了别人 你要想把别人考虑了 你一定得把自己放下 对 所以我们在公司落实弟子规的 这个长期的过程 这是我们在一起 有大概七年的时间 完全是在这一点一滴当中 磨合 每个人跟经典的缘分不一样 有些员工就喜欢弟子规 有些员工呢 我们也有六年的员工从来不摸弟子规 行为都是弟子规 你让他背他也背不下来 你让他有多热爱他也热爱不起来 但是这些孩子嘴上不说 条条条条框框他也不知道 概念也不明白 但是确确实实做到了弟子规 就是我们说的 他这个药方他不明白 但是确确实实在吃这个药 这是一类员工 对这类员工呢 我们就不苛求他 一定要夸夸其他 其实我对我的员工 也没有指望你们能够说起来头头是道 我在跟员工的接触过程当中呢 更多的是在就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拿出一条弟子规来分析的 如果你按照弟子规做 你应该怎么做 你今天这个做法 为什么不符合弟子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逮着机会就要讲 逮着机会就要讲 特别是来到我的办公室 讲着讲着就绕到佛法了 讲着讲着就绕到弟子规了 讲着讲着就绕到这些东西了 论语里边的 不光光是弟子规 其实弟子规都涵盖了 就是我在跟他们的工作过程当中 有些时候我不那么明确提弟子规 没有那么明确 我今天帮你女儿上幼儿园 我可是想到了凡事人结束 我没用这说 那我是认认真真地帮你女儿 联系幼儿园 打电话 是这样 那么你的婆婆腰椎键盘突出 我们到医院去派车子 到给你买这些按摩的治疗的疗程 是吧 这些东西 那实在在是这样 所以他就会觉得 这就是弟子规 弟子规是生活 是一种生活方式 你准备怎么过这一辈子 佛法也是生活 除了生活之外就没有佛法 是活法 你怎么个活法 我们公司的这些员工来到这 他们比如来面试 我们会给他一套 我们公司出的这些弟子规的普及的资料 录用你了 那么你就要进行入职培训 入职培训当中当然包括企业管理制度 同时还有我们的文化价值 我们的文化取向 这些东西 有我们要会给他这些盘 你必须得看 新员工要培训的 在这个公司是奉行这样一种的处人待时接物的原则 撒扫应对进退 是要依照这个来办的 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格格不入 那你最好就别在这上班 但是有些员工 我们有些来应聘的 我们并没有录用人家 没有录用 我们也送给他一套资料 结个缘 那么更多的是我们 就是在比如说我们开班子会 或者我们就某一个业务问题讨论的时候 我基本上都是在落实弟子规 在贯穿弟子规 在贯穿佛法 来给他们讲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时间一长了 大家都形成这种习惯了 这个问题 不应该说瞎话 比如说因我报应 比如说命里没有的不要强求 比如说吃亏是福 比如说你来顺受 比如说让的人有福气 它其实都是一些粗浅的道理 作为员工来讲 它就够用了 对吧 那么更多的是一些 就是形而下的一些故事 三个河上拔水吃 我有很多这种故事给他们讲 事情不是像你想象的这样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全是这样的故事 这些故事可能背后道理很深 但是我不能拉着他们去设计这些道理 因为这些道理 就像我今天跟您说的 它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 而且这个东西佛法它难就难在这儿 它是心性之学 是我们生活当中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弹玄说妙 很多人他可能不接受这个 你也不能指望所有人对这种东西都有一种想揪其揪境的这种愿望 那么更多的是要通过这些故事 这些预言 这些典故 来讲给他们听 当然了 我们有很多更新鲜活泼的发生在我们公司的故事 来教育新缘故 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我们的财务经理 他怀孕生小孩 对吧 他是加班特别忙 他是坚持到羊水破了才去医院 这在一般的公司 我觉得是很难碰到这样的员工 比如说我的员工修炉子 是吧 修炉子的时候炉子在高处 他们上去修 修完了下来一下 直到踩钉子上 因为我们卖都是新房子 新房子家里那些老百姓在装修 装修的时候你就难免木板上带钉子 他一下子就把脚面戳穿了 他一直拔下来以后就带病 带伤就把这个炉子修好 你比如说我们有些员工 他的姑姑单亲家庭 姑姑离婚了 姑姑离婚了以后 在北京打工 在北京打工完了以后 住在积水滩 积水滩就在西城区 您知道是吧 在我们北京的西北方 而我们公司的售后服务部这个大站是在东南方 在京沈高路 高速路上出口 在王四营那 那么他每天早上起来 五点半就要到这来给他姑姑送饭 然后八点半要赶回去上班 每天晚上下了班又坐两个小时车 北京那么堵车来照顾他姑姑 守在他姑姑的病房 让他的姑姑特别感动 然后我们的爱心基金知道以后 给他姑姑送钱 给他姑姑送水果 然后她姑姑特别感动 说我是你的姑姑 而且根本就不是你们公司的员工 为什么你们公司要这样对待我 他就说 那就因为我们公司是弟子规 我们要表扬这种员工 对他的姑姑尚且照顾如此 那么这都是我们平常在发生的事情 也有敢私活的 也有偷东西的 比那桀骜不驯还要厉害 像这样的孩子 就是要我们英光大师当年说 所以很多人对学佛的 对 有些人对学佛有种误解 认为学佛就是慈悲 所谓慈悲就是我悉你 吃亏 认着公司倒霉 不对的 这些孩子来到我这 他们18岁 从中专毕业出来 他们这一段宝贵的生命交给了我 我怎么对待他们 现在人没有规矩 没有敬畏心 没有良好的工作习惯 没有责任心 这是您肯定知道的 他交到我这来 要不然您别在我这干 要在我这干 我就严加管教 我严到没法让你不得不接受 我从财务上 从管理上 我都要从金钱上 我都要卡住你 不为我自己 我一天拿出好几百万来捐 我一天我光上税上那么多钱 我在乎你这点钱吗 我是说你到我这来不养成好的习惯 以后你的人生道路怎么走 既然你到这来了 我就希望无论是三个月还是半年 你要知道什么叫弟子规 你要知道规矩是什么 你可以辞职 你可以走 你可以偷我的 你可以被弟弟搞什么 这都随你 因为今天社会就是这样社会 你不能够说责怪他们 因为这种教育已经四代人没有了 这样近二百年 所以不是这些孩子错 我的爸爸都不知道什么叫弟子规 他们你怎么能够苛求他们 让他们一切到这来 就是一个懂规矩守制度 那今天就没有必要弘扬传统文化 今天之所以要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 就是因为需要这种文化 就是大家没有接受过这种文化的教育 上师其道民散久矣 我记不得这是上书上的一句话 还是左传上的一句话 上师其道民散久矣 若得其情 金哀勿细 你今天查到他了以后 有些人高兴 哎呦我逮着你了 金哀勿细 可怜他来不及呢 你还能高兴吗 喜上不渴 你还能打他吗 是吧 现在就是要看到这些人都是病人 可怜 我自己原来也是病人 同病相连嘛 是吧 大家都是没有受过这种教育 那么今天我们碰到这种教育 应以什么方法得度 我们就用什么方法 有些你看我的我公司那些白领的 跟了我十几年的 根本就不用说 你活好人一做他们就能跟上 有些人你不打卡 不扣他 不罚他 他就不学弟子规 他就不知道什么叫制度 他就不知道什么叫不占便宜 他就不知道什么叫公司要分开 那你怎么办 那你那你必须用这种方法 我就得用这种方法来对付你 对吧 感冒冲击对你不灵 只有牛黄清火丸才行 那咱就用牛黄清火丸 但是牛黄清火丸也罢 感冒冲击也罢 不为自己了 原来不行 原来没学佛的时候 我各项制度全是围绕资方的利益 对吧 你伤害了我 我就必须伤害你 我之所以定这个制度 我就是不能让你侵害我的利益 你侵害了我的利益有多少分 我就要扣你多少分 他原来是一种对立的考量 是自他的一种分 一种安排 是一种对立的一种制度设计 今天不是 今天可能制度上还一样 还照样打卡 照样扣 照样罚 但是出发点不一样 对 可怜他 救他 对吧 不理解我们也得这么做 就是你孩子不理解 为什么不吃糖 我也不能给你糖 这不能说你因为你不理解 我就给你糖 我的中层基本上全这样 全转变过来了 所以我特别欣慰 再低点就够呛了 再低点的话 有能沉淀下来的 比较稳定的 跟着公司这种价值观上来的 但是他公司的氛围不一样 你比如说你在这干私活 这些老员工他就不会 他就会不舒服 因为这些老员工都得到爱情基金的帮助 你比如说 我去年在国外 那么有一个 我们修炉子是分片的 东南片西北片 那么有一个片区的片长 给我发了个短信 说他跟那个副经理闹意见 他要辞职 那个情绪很激动 然后呢 他是一个老人 这个来公司七八年了 东北人 小孩 今天还没结婚 18岁来到今天 二十五六了 我们公司骨干全这样的 全是娶妻生子 就会定居在北京 那么他给我发这个短信 表示了对经理的不满 然后我就给他发短信回去 我说你等我回北京 回国以后 我跟你谈完再做 我说不行 不共戴天了 有他没我 然后我这个经理呢 第一把手就说 胡总上赶着不是生意 别秧别秧歌他了 公司没谁不行了 你看这是经理啊 经理那是肯定是 接受弟子规教育最多的 没把他教育过来 经理他也简单粗暴 是吧 他对弟子规的那种理解 这东西很难 所以 论语当中说 诗言诗人是经常发生的 不该说的你说了 该说的你不说 你把人给识掉了 你不该说的说 你把这言给识掉了 诗言诗人经常发生 所以你想让我这个所有的中层干部 包括我的高层 都有这种不识言不识人的这种 切记切礼 就关机啊 这恰到好处 用这种方式 那就和大夫一样了 相当相当难 几乎没有 只有我一个有这种感觉 但是他们就是说 反正我知道凉了我得穿棉袄 热了我得穿个短裤 具体为什么我就不问了 凉跟热之间 如果说没那么凉 没那么热呢 那胡同可能出来要说说 这个时候 你也别穿棉裤 你也别穿短裤 你穿个秋裤 太多了 他们也不行 所以 那么这个孩子 他给我这个短信之后 还没等我 我就觉得挺可惜的 来那么多年 孩子不错 第二天 没过两天 就给我发个短信 是他爸爸不同意他回家 那他爸爸批评了他 说咱们家那么困难的时候 胡总 你奶奶半身不随 胡总给钱 你爸爸心脏病 人家给钱 人家今天公司 在最需要人的时候 你怎么能辞职 而且胡总不同意 你就敢辞职 你就敢回来 这家你进得来吗 他就给我写了一封道歉的短信 胡总对不起 我下次再也不这样 我爸爸骂了我 说我这人忘人服役 说胡诺对咱们家这么好 我们像这种故事多多多太多了 而且我们在外边设立的 这些爱心户 对我的员工也是个反教育 你看到你对别人爱心的时候 你对不施给别人的时候 现在整个社会的问题 在中医来讲 叫扶正去邪 现在 扶正不服 什么叫扶正呢 宣传好的不宣传 你看报纸 全都是阴暗面 全都是贪污腐败 全都是假冒为虐 扶正的意思 这是根本 就要把表现好的 有道德的 积极的 阳光的 为人的 钻石般的 金子般的这些行为 宣传出去 叫扶正 去邪 在执政党的内部 在政府官员内部 一定要严加管制 现在内部不严 抓着了 你倒霉 抓不着就这样了 邪不去 正不服 现在是我们目前的状况 那么你老暴露阴暗面 你老暴露执政党存在的问题 久而久之就动摇老百姓对执政党的信心 整个人民对政府不相信 所以弟子贵上说 洋人善 即是善 人之之欲四面 一定要把共产党和政府官员的这些优秀的 好榜样 多宣传 让大家知道了以后 向他学 现在媒体杂志不干着 这个没人管 洋善不洋 干嘛 天天暴露 这个贪污了多少 那个腐败了多少 这个有多少套房子 那个养了多少小蜜 那个有 是吧 洋人恶即是恶 积之甚祸且做 你要对这东西痛心疾首 到了一定程度 不管不够了 就落下祸根了 今天不就这样吗 老百姓 你以为你报纸杂志 电视演了这些东西 老百姓会跟你说大拇指吗 不会的 只会对你越来越没有信心 因为一个国家能不能向前走 一个政党有没有前途 关键的四个字 扶正去邪 现在正不服 谁得到表扬了 做好事 谁得到认可了 谁得到奖励了 谁得到物质跟精神上的这种认同了 没有 邪呢 邪不管 没有制度 我们 谁逍遥父母 我们奖励谁 我们就开大会 给钱 让他发 我们就他的优秀事迹 他怎么对待他的爸爸妈妈 怎么对待他的姑姑 怎么对待他的姐姐 我们说爱 你爱有爱客户也是爱 爱同宿舍的员工也是爱 是不是 爱姐姐也是爱 爱爸爸也是爱 是不是 爱员工也是爱 对吧 你爱惜一草一木也是爱 所以原来我们没有学弟子规的时候 我们评选先进完全是根据工作量来的 现在不是 工作量是因为他能提成 所以他工作量很高 这个并不反映不了他的爱心 他实际上是一种利益上的驱动 但是他下半夜陪着员工拉稀 他到医院去自己打出租车 这个远远比他工作完成的好 要重要的多 这才是真正的爱心 可能这个孩子业务并不强 可能这个孩子的完成的工作量并不高 但是他有这份爱心 难能才可贵 所以我们公司这个东西 它实际上不是一个什么年度开一个会 一个季度表彰一次 它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经常跟我的部门经理们聊 就以为说他们会说出很让我感动的话 我立刻就会追捕上 为什么不奖励 为什么不表扬 为什么不写出来 为什么不登在我们的局部的网站上 这作为老板一定要是个有心人 你现在想拉着员工成天在接受你的教育 喋喋不休的说弟子归让他们背 不会接受的 他看不到真实的利益 他得不到真实的帮助 他得不到真实的温暖 你说让他说这个东西好 不会的 我们没学弟子归之前 97年办这个公司 一直办到2006年 这大概是10年 我们卖了13万8千态度 那我们从2006年学弟子归 一直到今年 今年到2008 我们06、07、08、09、104 07、08、09、10 我们到10年 4年 我这三年我都没统计 我们这四年 我们就卖了13万3千态 我前面10年卖了13万8 我后边四年我就买了13万3 你说我这还没统计 1、1、2、1、3 比如说像企业 他会有一个理论 他就说你怎么会来证明 这个是跟弟子归是相关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有个总工程师 他的女儿要上大 在北京要上初中 因为他是外地户口 所以他择孝 择孝的时候 一般没有关系 一般都是不给你 都进不来的 但是他们家住在旺京 希望上旺京的 旺京有很多好的分校 他想上那个分校 但是他没有关系 你也知道 目前这个社会没有关系 怎么能上学呢 特别是好学校 那是非常难进的 那我就帮他找了区领导 我找区领导的时候 区领导还不愿意帮忙 说这一个员工的事 你还是那么 自己家孩子就算了 我说不行 我说你一定得帮我 我说我这老在公司宣传弟子归 我现在总工程师 这孩子要上这个学 你不帮忙 我回去公司 我都没法说 我说你不是为了我 就慰慰我们公司的文化 让大家有信心 这胡晓琳把别人的孩子 当成自己的孩子 怎么着急 完了以后解决了 解决什么的责消费 还得掏点钱 三万块钱 又是我掏的 这个员工从99年就跟着我 那么是个老员工 让他女儿给我写了封信 特别的感动 就是说他上了这个好学校 听说是胡伯伯帮了忙 而且还给了钱 全家别提多高兴了 我们炉子上有烟馆 我们的烟馆长期以来 是从另外一家买的 这一套烟馆150块钱一套 包括一个弯头 包括一个一米长的烟馆 然后这个总工程师 就因为他女儿的事 他特别感动 你想这谁不得心疼姑娘 是吧 你就知道这个爱的力量有多大 你要对他绝对应该有信心 然后他就上网查 还有哪一家在中国能生产烟馆 因为我们一年三四万套 因为我们这标准配置 我们卖给人炉的时候一定要有个一米长的烟馆和90度的弯头 因为没有竞争对手 人家要多少我们就给多少 150块钱 最后他在浙江找到另外一家 这家只要好像是88块钱一套 150到88 70吧 咱不说简单 就说60块钱 我年三万套 将180万 为什么这个员工会这样 他完全没有道理可以这样 他完全可以不干这个 他来之前我们一直就从那家买 多少年就是150块钱 那就是因为他太太跟他说 胡老板对他这么好 你想着报答人家 他就给你家 那家烟馆贵 你贵你怎么不跟老板说 你看员工他没积极性 干嘛犯得着 那么那边烟馆对我们 这也挺照顾的 到春天祭茶 到中秋节给月饼 这老板的钱跟我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们都有交道 你这么一做以后 他就不一样了 他绝对不这样做不合适了 你看老板对咱们挺实在的 套了钱咱们女儿上了学 我明明知道这条信息 我上网查查 就能帮老板省那么多钱 我为什么不这么干 那到今天我们变成两家顾 一切都压下家 提高了质量 引进了竞争 谁得利益了呢 公司得利益了 我的客户得利益了 有竞争了 原来你就这一家 你哪有什么竞争啊 好坏你得凑合 类似像这样的这些 鸡脚嘎蓝的事 我相信在每一个公司 不知道有多少 关键 我老举一个例子 我所有的员工 就相当于幼儿园的阿姨 我所有的工程 活 业务 就相当于我的孩子 我把这些孩子 托付给幼儿园的阿姨 这个幼儿园的阿姨 对我的孩子好坏 爸爸妈妈可就管不着了 你送到幼儿园 你还能管得了吗 如果你对这个幼儿园的阿姨 不好 让他们没有积极性 让他们不痛快 那你是跟自己过不去 因为你的孩子 在他的手上 不就这个道理吗 那么所有的中层 所有的员工 我活好临 得把活给他们 那这些活就相当于我的孩子 他们照顾的好和不好 关键看我对这些员工们好不好 我如果把这些员工照顾好了 中层干部照顾好了 那一定他能把我的孩子照顾好 利益别人就是利益自己 你这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我们有个员工 他姐姐生了双毛胎 但是不幸的是 这个孩子死在另外一个孩子肚子里边 发炎了 流浓了 在外地治不了 到了北京 我找儿童医院院长 那走后门住不了医院呢 床位太紧张 然后我又给他两万块钱 这是他姐姐 他姐姐完了以后 走了以后 只用了一万二千块钱 还退回了八千 写了一封非常感动的信 说我们来到北京 公司帮我们找了医院 还给了我们爱心基金 我们知道这爱心基金怎么回事 我们知道公司有这个安排 我们也知道弟子规 我们特别感动 钱没用了八千块钱还给你们 希望这八千块钱还能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把弟子规带回去 我们要再回去以后 要在我们的单位 在我们的朋友当中宣传弟子规 这个员工 是我工程技术部 在给别人装炉子 管工程的 他得的唯一的一面讲起 就是这个员工 就是他的姐姐 我们这么做了以后 很难 现在你说我们作为分包 给人家装炉子 人家是家方 人家是上帝 人家是皇上 我们去给人家装炉子 人家还给我们送金器 这就是 你刚才说 能帮着公司挣到钱吗 肯定的 德不孤 必有林 所以我们在招投标过程当中 我们只要一参加招标 那些竞争对手们 基本上都不参加了 我们光把这些老百姓 给我们的表扬信 就是我们帮人免费修炉子 就这些东西 给这些开发商 没有一个开发商 不把我们定成战略合作伙伴 以后不找的表 华远就是这样 因为他们看到光盘以后 知道我们做生意 不是为自己 这样的公司 我们选择他们 给我们供货 谁都说不出什么来 他们可能会有缺点 可能工作当中有问题 但这些人一定不自私 一定不会斤斤计较 因为他们就是为了搞布施来的 他们公司奉行的原则 就是吃亏是福 与人方面 与己方面 那说白了 不说那么多大话 这个公司的口号就是知恩报恩 他们把开发商当成恩人来看待 没有他们 我们就没有工资 没有他们 我们就租不起这房子 我们给人搞工程师 抱着一颗感恩的心 那谁不愿意找这种感恩的人来合作 就那么简单 你自己希望什么样的人来为你服务 你想你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来为别人服务 这个道理 这太简单了 不需要那么复杂 弟子规灵不灵 你喜欢不喜欢按照弟子规做的人 我就问你 一个老板 你到了办公室 对吧 一个员工在那上网 撬着二郎腿 来了以后撇你一眼 你说事的时候 他根本连看你都不看你 另外一个员工见你就站起来 拿了本在那记 是的 不明白就问 你们商业评论 这些老板们 我就问 你是喜欢第一个员工坐着不动的 撬着二郎腿上网的人 你还是喜欢一个 你进了办公室 他就站起来 拿着笔 拿着本在那 记你再讲的话 我就问你 你喜欢哪个 你肯定喜欢后者 那我要问你 为什么 佛门当中 乘性 善与善相感 人都有这颗心 人都有一个区别善的心 和恶的心 那你以后要有提及的机会 你一定会选这小伙子 你一定不会选前面那个 这就是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这就这么简单 己所不欲物 事于人 你就是这样 你不希望这样的 你就不能这样对待别人 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你 你就应该怎么样对待别人 其实真正的道理就这么简单 我们说叫乘性 乘就是符合你的性 你的本性 积食可以 积了你就吃东西 渴了你就喝东西 为什么 乘性 因为你饥饿的这种本性 就必须靠食物 你渴的这种本性 必须靠水 你把这俩颠倒了 积饮可食 那就出问题了 饿了你喝东西 渴了你更吃 那能行吗 知道吧 所以学中国传统文化 就学这些称性的东西 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看那个房子 你喝多了 你进这个房子 它转着 你那酒醒了以后 它鼓转了 它停下来了 什么是称性的呢 不赚的 什么是不称性的 赚的 违反了这个房子的特性 但是违反了房子的特性 就是我们说不称职的员工 坏员工 违反制度员工 它是不是这个不赚的房子变了 除了这个不赚的房子之外 有没有一个独立赚的房子 没有 所以人人是好人 你要见性 不能被像给迷落 这就是我们学了佛法之后 再处理那些落后员工 有问题的员工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和考虑 赚的房子也是房子 没有这个不赚的房子 绝对你不会把它看成赚的房子 对不对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房子 你才把它看成赚的 没有了它 你看谁 所以你本着这种观点来管理公司 来看待公司所经营过程当中出现的一系列的顺利和不顺利 你就明白了 那之所以你今天看到这种不好的现象 没别的 那都是你自己内心变现出来 你没有这个风 你根本就见不到留学位 你今天能碰到善的也罢 饿的也罢 这都是你自己的事 自作自受 不能怨天尤人 谁让你有这个风呢 人家好好的菩萨这盆水 人家没拿风吹 风平浪静 见到的境界是极乐世界 人人善 环境环境好 一点染污没有 为什么你看到这种又是地震 这还就不错了 看到人道 你没到地狱走一走 更凶险 更残忍 你到地狱也罢 你在人道也罢 你到西方极乐事也罢 没别的 都自作自受 随佛缘 做佛 随众生缘做众生 随地狱缘去地狱 总在欲缘不同 明白这个道理 就应该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行好 做好人 就完了 阴上我们都有这盆水 缘上我们不给它封 这个我们能做 所以佛 所以佛要在因缘上论 因没别的说的 大家都有这盆水 缘呢 那可就不一样了 所以佛法是缘法 缘起之法 任何一个法的出现 必须得有因缘才能产生 因就是这盆水 缘就是这盆风 我现在呢 最大的遗憾呢 就是缺一个 这个希望 我下边能有一个 人事部的经理 专门帮我来组织这个 传统文化的落实 因为我们现在人手少 而这些东西 也是可遇不可求 又喜欢传统文化 又有这颗爱心 又热衷于这个东西 那这个是我最大的福报 也是我最大的期盼 我希望我的下边 有一个人能跟我配合 这个人呢 在人事部 专门负责团结员工 爱护员工 照顾员工 这样一个工作 要不然老师 我每次我发现问题 我去 让他们 我们没有什么刻意的 自己的计划跟方案 我们都是 比如这个经理跟我打电话 说胡总 这人家病了 那是不是要给人点钱 或者这个员工这样做 对不对 应该不应该罚 他们都是这样的讨论 你是期盼一种 什么样的制度 来保证弟子规的执行 就是弟子规 就是1080个字 没有不需要太多的制度 其实你用弟子规的眼光 来看你现行的制度 其实各个制度都是弟子规 因为佛法不论事 你说你打孩子对 还是不打孩子对 不为自己打就对 你为自己不打都不对 因为我逆爱孩子 我心疼着孩子 我不打他 错了 明白吗 所以关键的是 这个企业要落实弟子规 首先要把中层 要把人事部的这颗心转过来 转 管员工 卡员工 这样一种对立的关系 变成一个爱员工 帮助员工 麦克手术大夫不是不动刀 我这把腿给你锯下来 才对你是最大的爱 我不锯不锯 你流血过多 你就走了 第一把手只要坚持不懈 对不是 关键在第一把手 第一把手有了 第二把手 中层下层就都有了 现在当老板的 不要老盯着 我这公司怎么落实弟子规 我怎么让中层学 我怎么让下层培训 你甭想这个 你先自己照这113件事 你看看你 你先还差多少 然后你也别一下 想一口吃个胖子 这几条当中 你不可能调好所做到 能做到咱先做到 你比如说你肖养父母这一条 你说我发脾气 现在控制不了 对吧 那我回去 我爸爸妈妈父母呼应勿还 父母叫我 我就得马上去 父母命行物来 说你赶快把家里 这个羽绒服洗一下 天儿都是 天儿都凉了 羽绒服洗着 好穿的 父母命 行物来 你能不能做到 父母叫须敬听 父母叫你儿子 不能老抽烟了 你看你那天喝酒喝多了 你能不能恭恭敬敬的跟人听 父母责顺承 你看你那天对司机的态度 我都看不过去 挺可怜的 跟孩子一样大 你干嘛对人那样责备你 顺程 对吧 咱们甭说出去做买卖 跟人谈合同 招投标 不说这个 太难了 上睡 你胳膊扎这块肉 能偷还想弄 见客户还想弄 帮婆卖瓜 自卖自夸 没关系 慢慢来 先把能做的做到 明白吗 所以不要有一个好像整体的非常完备的一步就 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 能做到哪点 先做到哪点 所谓的公式 老板照着做 这是最有效的公式 你只要一做了 下边你根本就不用管 你就在道上了 你就把这车开上高速公路了 那车上的人他不想去南京 他都不行 你是驾驶员 你一把车开到哪 那车的人就跟你去哪 就这么道理 驾驶员只有一个 就是第一把手 就是公司的老板 你把车子开到了 你把车子开到了监狱 你希望你所有车上的人都去 都去挡笑 不可能 你把车子开到了这个高速路上 那你全班的人全在高速路上 最多有打瞌睡的 最多有点抱怨的 但是他必须得在道上走 要不然你就下车 要不然你就跟着走 其实只有两个选择 你想改变车的方向 那不可能 这是你老板的方向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 行有不得返求诸己 公司推行不了地子规 公司落实地子规不得力 传统文化在公司不能生根发芽 行有不得返求诸己 求谁 就要从老板身上找责任 你没真干 你要真干了 不可能是这样 因为这东西称性的 你这个吸铁是没有磁力 所以它吸不来铁血 你别埋怨铁血不来 就这道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